《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 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馬永之博士 你好 Joyce 你好 我很開心可以和你聊天 因為我經常在看你的文章 近來我看了很多戲 都是你做化妝和形象指導 我每次看著你的文章 我就很興奮 為何一個生物學的博士 會轉去做化妝和形象顧問 很有趣的 所以我就說我一定要跟這個人和我聊天 多謝你 很開心 所以可以和你聊天 那你快點解答我的疑慮 為何你是生物學博士 我不知道科學是否追求美 你現在做的當然是美 但表面看來又比較難言不切 其實很多人挺有興趣這個題目的 之前也有不同的媒體訪問 因為很新奇 當然有些人覺得做化妝不關讀書的事 或者有些人覺得 你做完博士會不會有點浪費 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你有沒有覺得浪費了自己呢 當然我當然不會這樣覺得 我很新奇的 當時讀書 我很乖 我小時候很乖女的 一直讀 成績都可以的 一路上大學 當時逐步解釋 剛入學院 我入中文大學 我讀學院時 讀食品及營養科學 讀完 當時就面對面 問你讀不讀學博士 當時做過一些研究 也試試 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是甚麼級別 就去面對面 又收了 收了 乖乖的 你一定不會拒絕他 當時就沒有想太多 讀完教授 讀一讀 這個項目又可以 去一些會議 見不同其他做同一個領域的人 有時就看看其他教授 或者其他博士 他們做的事都挺好的 然後就試試試 又去面對面 看看能否上到博士 當時都心大心小 我亦不妨說 當時適逢第一次是金融風暴 我剛才是大學畢業 其實當時你都害怕了 有書讀 增加多一些自己的層級 看看會否好一點 競爭力 都有這樣的想法 然後就讀一讀 做研究有多好玩 我很喜歡做實驗 我很享受做實驗的過程 後來就一直讀博士 中間有些 其實讀書時 又有些機緣巧合 我也有些興趣要發展 我又不是乖到 因為我有些同學很勤奮 他們可以通宵 一個星期不回家 我又沒有那麼勤奮 其實我也會玩一下 那時 跟別人有時都出去 扮一下靚 買一下東西 整整一下 很有趣 那時最多機會 就是什麼呢 我們最流行的就是 畢業禮 很緊張 那些女生要化妝 第一次去買化妝品 那時我自己畢業 第一次去買化妝品 那就 原來化妝品 不知道的 我那時真的小 世界很小 原來化妝品 第一次去我現在最喜愛的品牌 原來唇膏也可以有百多東西吃 原來眼影 不只是你一向想 只有藍色是藍色紅色是紅色 不是這樣的 那就試一下 那時認識了那裡的化妝的姐姐 我覺得她化妝很漂亮 她又很漂亮 我現在碰到她時 我也有跟她說 她現在就成為了那間公司的高層 然後我有見到她 有時做事也剛好撕到她 我也有感謝她 她改變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 原來她當時買東西給一個女生 那個女生的想法可以完全改變了 那時就貪得意 跟同學玩一下 幫別人很搞笑 有些趣事就是 宿舍 有時甚至在實驗室 都瘋到 幫她們修眉 墊下眼睛毛 幫她們墊髮都試過 我甚麼都夠膽的 我是覺得幫別人化完美 你又有些滿足感 後來 不如索性 不如看看可不可以試試幫別人化妝 那時沒有正式說 很認真去學 純粹就是 有個朋友 她又做開化妝 她又叫做教了我 她也是在辦公室 她出去做事後 偷師 慢慢 真的有興趣 後來 都沒有想著做 那時還在讀教育 她是在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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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在讀書 你又不會說 我出去請個化妝師 這麼貴 她也不會做這些 有個朋友會化妝 你一定會第一個想起她 那時就是這樣開始 然後 都挺開心 有些事情 你會發現 原來跟你上學很不同 上學時 有個項目 你會一直跟著做 我們當時做研究 我經常都說 你一個人處理了很多事情 當然你有職務員 你有同學 但有時到最終 你怎樣決定 你試過會失敗 或者你怎樣決定下一個步驟 有時雖然可以談 但你也要自己 在有限時間資源裏面 你要分配 我有時覺得 真是很吃力 我也有時用一個名字 那感覺挺孤獨 那感覺 因為所有事情 可能全世界 你知道嗎 那時的項目 我當時很有趣 我做養魚的 我告訴你 跟現在的差異都挺大的 有時 全世界可能跟你做相似的事 只有兩三個人 你未必認識他 未必見過他 你就會看很多他寫的文獻 你就拿來做記憶 但你去到最後所有事情 你自己 行不行 都是你自己取回 那個危險 試過做化妝 就見人多了 就不是在實驗室 因為我那時真是 殺魚無數 真是很殘忍 我現在有時想起 我會不會下去游泳 會被魚咬的呢 因為那時也持續要解浮 我那時經常要解浮一些魚 那時是好玩的 但又學會養魚 要自己養的 我還養鹹水魚 他們現在很多人 都挺多 就算我有時演戲 演員都經常問 你以前做甚麼項目 我通常都會 你真是想知道 然後我就 要很深入淺出 這樣說一點 因為有時有一定程度 有困難去解釋 裡面的那些 那些 然後 那時挺好玩的 就是我養食用魚 我養青斑 不會吃的 因為做實驗的東西 我們基本上不會 但是很搞笑 我後來數回 基本上放得到口的 海產 我都碰了很多 魚蝦鞋 帶子 然後 後來特別專注做青斑 施立 那些 都挺多人一聽完 就笑笑笑笑笑笑笑 因為 搞錯啊 為甚麼 但那時 我又覺得 挺大自然的 那些感覺 我經常在 你很海鮮 對 所以我現在去旅行 我都特別喜歡 有海的東西 去海營公園 我都挺開心的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都很合適 我碰到海邊 那些 我都特別開心一點 因為我不知道是否那時 我每天都在馬尿水 即現在大學外 我不是在中文大學上工作的 我現在就在科學園 那裡有一個建築 專門給我們養魚 就一看著我肚腦說 有時做完事就在這裡 站一會 量一下 那段時間 挺 挺龍膚的 好笑的 我那時是 跟大自然的關係挺好的 我覺得那時挺健康的 那會有多久 是 我那時很壯 整個人有肌肉 然後日日日雨淋 跟現在整個工作環境 是完全不同的 那時是可以看看 那天我知道多少點 是會慢慢訓練到這件事 你做了一件事 你看一看 你感覺到大約是多少點 現在沒有 現在整天就在室內 而且那個極端是有趣的 我那時就很見陽光 天天曬到瘋了 即是洞的 真的曬到 茶什麼都沒有用過 夏天三十多度 都是天天 連中無休 連開一我都要回去 因為養魚你的日有位 都很害怕 最好不要不回去 因為你害怕 如果有些什麼 裡面停電 那些你都要看一看 看看會不會有事 現在完全不同 那時是全室外的東西 現在在舞台 在後台上 不見光 而且我經常在工作 在黑人的 那一點 那個差別都挺大 但你問我 那個人生月曆 那個改變 對於我來說 有挺特別的 當時當然玩玩一下 最初 追溯了 也都會問 你怎樣一跳就跳過來 那時後來 貪得意玩玩一下 就越玩越多了 開始有些人找你化妝 覺得你挺有心機 不如幫我化妝吧 介紹一些朋友 朋友說今晚要去派對 你簡單單單試試試 整整一下又有些人就記得你了 慢慢又再叫朋友 然後我又有朋友開一間公司 要找些人幫忙 那時我又差不多有些兼職時間 就當作去玩玩 誰知我兼職工作 就比全職時間更多 所以我也很差 其實我的博士 我差不多雙倍時間才完成 因為實驗我不是花了很多時間去做 但是寫一篇論文 因為我很難寫的 我也有我的懶惰的地方 你叫我去鬥一篇東西出來 真的很害怕 因為落筆你覺得很大責任 寫論文很大責任 很多人分享 都覺得寫論文是有點辛苦的 那時你又 外面有些兼職時間也挺不錯的 你又不緊張 拖著拖著 那時也很害怕 到最後我已經出來做化妝 完全不上學了 實驗都做了 那時也餓了兩三年 那時就放在這裏 有一天 突然想想要不要呢 不如不要再交學費 你拖著這件事也要保持交學費 要不要呢 都快要 還有年多的結束 不如提起心肝拿一些東西出來 寫上去吧 然後很搞笑 那個月 一個月每晚都不睡了 鬥了它 因為我化妝已經多工作了 我當時很記得 那時就剛好在做牛棚 有個表演 牛棚很舒服的 那個感覺 他們在裏面開表演 他們牛棚派飛的位置 不是在露天有個帳篷 拿著電腦 有幾天就拿著 我很記得這個印象 有幾天就剛開始 我寫論文 那便寫了 那一個月就加上其他工作 那時有時候要 最初 以前就做很多模特兒事 他們有時候的活動 就要幫忙 那時就 下午很多工作 晚上就 死了 然後結果又被我通過了 雖然我慚愧 我不覺得自己做得很好 但是因為 因為當時我做出來的結果 那個教授也覺得OK 簡簡單單考試 因為要考考考試 於是就通過了 那段 那個PhD的生涯就是這樣過了 還有我當時被我通過的教授 很好的 其實他個人很鼓勵性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留意 其實他教了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因為那時很有趣 你讀到某些書 你真的覺得那件事天這麼大 我不知道 有些人 例如考大學 那些真的覺得那件事 甚至會考那麼簡單 真的天這麼大 覺得我的人生等於 這件事 就是 我的教授這麼大 那時有一次跟他聊天 那 因為有個位置做出來 有些迷惘 就是 做人 你都會想的 做人 我是不是這樣過去呢 或者我是不是在Lap 到過去呢 有時候他又是挺 挺有趣的一個人 他很隨意 他很隨意地跟我聊天 他說了一句 蛤 這些事情不一定要有的 很多人 一街的人都不會有PhD 一街的人都沒有Master 又是這樣做人 那你想一下 是的 我不知道他會否看 但原來他一句這樣的事情 我又想一下 是的 那開始想一下自己 最想是甚麼 那時就 又試做化妝 那開始講化妝了 講化妝就是 那時就想了 真的有些滿足感 真的是這裡來的 我挺覺得是 你跟別人的接觸 化妝很有趣的 你很直接的 你令到他覺得 我漂亮了 他立刻忍不住 很搞笑的 我很喜歡 我有時 例如有時跟其他藝人 或者他們聊天 我都說 有時我最喜歡 就是他們一化妝 看鏡那一刻 那個眼神就告訴你 他忍不住 因為是由法治內心 他看著自己 很舒服的感覺 我挺喜歡 看到那個時刻 而且 很隨便 那個回報 或者那個 那個回報 就是又不用 你知道 如果以前做完 要等到有人 看到你的文獻 開始有人留言 都在說幾年之後的事 可能我的人又心急 後來又覺得 很喜歡這種感覺 不如試試吧 不如 就去了 有工作就接 然後 很多東西就磨鍊了 去到有個位置 我覺得 差不多了 我要去進修了 結果我就選了去巴黎 那時就 很開心 剛巧我有一個 研究院的同學 她去了巴黎讀書 有個女生 她非常之好 她又幫我 就是 給我一個地方 我住 然後我又可以在她 借宿 當然又可以省錢 然後 那間屋又非常之好 好的地方是甚麼 真是的 大家夢寐以求 就是 蜘蛛起床 你真的抹大眼 一天亮 回學之前 一抹大眼 你看出窗口 我第一天去到 然後 你在窗口 那裡是巴黎鐵塔 你想想想 很多人覺得 哇 夢寐家 那天我第一天去到 最有趣的地方 那天是法國國慶 我第一天下飛機 法國國慶 在巴黎鐵塔附近 會有些表演 放煙花 那天晚上很開心 剛巧她又叫了 那裡 有些 香港的朋友 可能已經去了讀書 他們存了很多 他們有些 好像有些 大家一起聚集的時間 那天晚上大家慶祝了一晚 那天很開心 那天真的發達了 我覺得那天在巴黎 那天晚上九晚五 就朝朝去上學 因為不同香港學化妝 可能你下班 每個星期學一堂 那是不同的 因為它完全是一個學院 就是每天就要回家 然後就很開心 你知道他們吃飯吃兩小時 很開心 那我那兩個小時 也是省錢 因為學費都很厲害 再加上機票等 都花了多少錢 但是無悔的 因為我那時也想 在香港學都要給不少 香港學都不便宜 人生有些體驗 我經常都想試試 因為你知道我很乖 中文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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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有想過 如果我就算繼續 在學生方面 我都會去外國 就是有一個藉口 讓自己去外國看看是怎樣 那時就在 巴黎那些生活就發財了 這個真的要分享 那 午餐後就拿著飯盒 自己懶惰之前那一晚 就把飯盒弄好 然後就走了 有時就走去一些明星那裏 我是瘋得吃個午餐 坐在羅浩宮門口的三角形 玻璃三角形那裏 坐在那裏一個多小時 在那裏吃沙律吃包 就是整個這樣的生活 我經常都覺得 當然上學學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經常覺得 當時的體驗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放學了 我夏天去那時 你知道很晚才天黑 十點多才天黑 那麼 五點放學你至少十點 你又五個小時 那你就慢慢走 那經常在街上 當下看別人的漂亮衣服 那有很多名牌 你也知道 有很多設計師在那裏 也有很多妙思人 那經常就專門 放學 你也有得計算的 不知逢星期幾哪個館 又會便宜一點 那你就自己因時間 那有時就專門放學 又去看博物館 勁地在博物館 看了很多博物館 你想想 只是去羅浩宮 我已經走光了 我已經去過幾次了 那你只看畫 每一幅畫 以及你去看裏面 那些不同的東西 原來你學了很多東西 整個路程 那時就浸在巴黎很久 一段時間 認識了很多東西 亦對於藝術的感覺 大了很多 變了很有興趣在藝術方面發展 回到香港 很多大家做表演的人 又懂得我介紹介紹介紹 這幾年就越做越多了 但你在巴黎 第一 你為什麼選巴黎 純粹喜歡一個地方 純粹喜歡一個地方 很小時候去過一次旅行 大學時那次旅行 那我就很覺得 這個地方真的很喜歡 當然很多人回來批評又說 很亂啊 很多人搶東西啊 烏雜阿撻 但是我後來去完讀書 我就不明白了 巴黎有不同區域 它有第幾區 每個區差很遠 你去那些遊客區 當然是有人偷贏 你整個歐洲都是這樣的 你去那些很舒服的 那些學院區 很漂亮很舒服的 有時候落下南部 我覺得很奢侈的 你一個weekend 你知道他們很厲害的 駕駛車就可以 你搭一輛火車 你可以去到另一個國家 一個weekend就回來 可以去德國玩兩天 去意大利玩兩天 真的很開心 你就會覺得 為何歐洲人那種寫意 就是這樣 一個weekend就去到另一個地方 然後回來告訴你 我去完了 等於我們去澳門一樣 所以為何那個地方 那個藝術的發展 我覺得他們為何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們有這麼多機會 你可以看到不同國家的東西 而且他們的歷史也很長 儲存這麼多畫 有不同時期的東西 那時候真的吸收了多少 我覺得比起上學 這個吸收也是50-50的 整件事 我上學學的技術 然後在那邊學回來是 那個藝術的意識 那你回學學了甚麼 那時候 一樣也有學 但特別多是我學電影特技的 我喜歡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就是 奇怪怪的東西我特別喜歡 都擺放了特別多時間去學這件事 電影特技 對 是 好玩的 是嗎 因為那個改變可以很大 真的 完全沒有另一件事出來 整個怪物都做出來 很開心 在那裡有沒有參與過 去電影的工作 那個時間不夠 因為都不可以太久 都要回香港 後來又再一次進修 又去了日本 那個比較短 那間公司就有些 玻璃拼聽的東西 看過 還有日本 他們都頗喜歡做這些東西 紋身 他們都頗厲害 那次就要交流 學這些東西 日本主要學人體採配 對 那次就會學那邊的東西 去了多久 那個不久 那幾天 那是一個短課 那個是進修 那麼短時間 你就可以學到這些技術 其實最重要是學 他怎樣用的東西 因為設計的東西 不是學回來的 大家都知道 但是最重要是 你更快知道別人用甚麼 去做到哪些效果 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打底去 我不是靈野過去 其實你去盡快看他那裏有些甚麼料 然後你就問他哪些東西要買 哪些東西不用買 那就搞定了 接著這幾年就慢慢踩到舞台上 因為我們特別選舞台 就是那個發揮特別大 舞台那裏我們下一集討論 好 我們下一集再跟Joyce討論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和博物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你告訴我 那我告訴你 I Rea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